俄新型单发五代机首次将亮向海外 俄官员面向亚太地区潜在客户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月3日报道称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国际合作 与地区政策部主任维克托克阿多夫表示 俄罗斯新型五代机将军的首次海外展示 面向的是亚太地区国家潜在用户 报道称 俄罗斯航空业消息人士11月2日曾对媒体表示 俄方将在11月14日至18日举行的迪拜航展上 首次在海外展示俄罗斯将军五代机 这款轻型单发五代机在2021年 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上首次亮相 当时展示的是飞机模型 克拉多夫说 我们一直在与亚太地区国家开展合作 并向各国军警力量出口俄罗斯产品 在7月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举办期间 轻型单发五代机将沙被受关注 这并非偶然 该机也面向亚太地区国家潜在用户 据克拉多夫介绍 对于俄技术集团 亚太地区市场是关键市场之一 克拉多夫还说 亚太地区是俄罗斯航空装备 飞机和直升机出口的主要增长点之一 我相信 在未来长期内 这一地区仍将在我们全球供应和合作方面 占据重要份额 早些时候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 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 局长德米特里舒加耶夫表示 俄罗斯近一半的武器订单来自亚太国家 根据在8月举行的军队 赴2021论坛的结果 俄罗斯武器订单总额 估计约为550亿美元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 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是 中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 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